嗨,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月亮与六边士》这本书 这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们终其一生 可能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德 甚至我们在生活中 几乎不会遇见这样的人 但是就在今年 我发现我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 而且这个人是我的表弟 所以我想做这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表弟的经历以及我的故事 还有我们和斯特里克兰德之间的关系 表弟比我小两岁 小时候就特别聪明 他是那种不用怎么努力 也能考进班级前三的那种同学 那所有的亲戚都觉得 这是一个清华北大的好苗子 但是后来表弟就沉迷游戏 没有考去清华北大 而是去了我们家乡省会的一个普通一本 大四的时候呢 表弟就挂课无数 最后导致直接岩壁两年 别人四年时间上完的本科 他要花上六年时间 甚至也许是更久 就像是张爱玲笔下 只用老中的白宫馆 那里的时间永远要比别出慢一个小时 但是谁能想到延期一年之后的现在 他干脆退学了 亲戚的孩子中成绩最好的他 竟然跌在了迈入社会的最后一个门槛上 听到这个消息 我除了惊讶就是觉得惋惜 原本我以为也是游戏耽误了他 但是没想到他给出的理由是 姐我不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没去考试 双语做的他非常腼腆 非常斯文 擅长幻想 常常觉得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不去考试的时间呢 他就在寝室里面读诗 写诗和文学打交道 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男生 说将来想要做一个小说家 在我看来颇有点南辕北辙的意味 然而在他身上 我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从我大二开始 我和老爸之间的电话本来就不多 但是每次打电话 他一定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什么时候考公务员 对公务员不是很了解的我 却对考公务员这件事情 好像有着与生俱来的抗拒 虽然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但是我爸的固执就一如我的固执 我忙着拒绝 他就忙着为我规划 我们彼此谁都不肯落下 但是慢慢的我也想明白了 不是想明白我老爸 他很好懂 哪个做父母的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安稳的前程呢 但是在我看来 考公务员就意味着 我的人生一眼就能忘得到头 我是想明白自己了 小时候我连自己的头发留多长 都不能够自己做主 长大之后 我自然而然就觉得 我应该把我自己的人生 从他们的手里抢回来 所以我爸要我考公务员 我就不考 回想起来这几年 我哪怕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 我以后会做一个公务员 除了和老爸一定要对着干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原因就是 我不喜欢啊 每次听到女孩子就是要安稳 这样的话 我也许不会和她辩驳 但是我从来不会动摇我的想法 因为我从来不觉得 稳定是人生的目标 和稳定比起来 漂泊这两个字 好像除了更具浪漫感之外 还富含了更多的可能性 直到现在我依然是这么想 但是四年后的现在 听到表弟退学的消息 我却开始跟他谈现实 我说喜欢是一回事啊 但是文品又是另一回事 你也许可以拿着这个文品 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但如果这份文品都没有 那么那以后喜欢的工作尽在眼前 你没有敲门砖怎么办呢 不是更加遗憾吗 你高三都坚持下来了 现在要不要再想一想再坚持一下 他说时间不多了 我说什么时间不多了 他说再待一年的话 我就没有时间去寻找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我说那你准备找工作吗 他说不 我要做点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哭口婆心 我说人还是要有工作 他能够支撑你每个月活下去 空余的时间你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你不用担心哪个月吃不上饭 虽然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但是既然退学了 那就要好好考虑赚钱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暂时不找工作 那你怎么赚钱吗 他堵了我一句 他说我当时想去赚钱 但是我不能为了赚钱而赚钱啊 姐你好着急啊 他这话一说 我觉得我好像站在理想的门外 为他丢掉文品 就好像要四处漂泊了一样去担心 就像四年前老爸为我操心一样 然后我就问他 你退学的事情你爸妈怎么看 他说爸妈也赞同 但是他们说最多到25岁 就得出去找工作了 我不知道这句话 对于今年23岁的他来说 意味着什么 是消钱的底线 还是理想的缓冲带 我只觉得自己应该不断的去提醒他 要把握好20来岁的黄金年代 不要让父母失望 但是仔细想想 我自己就是一个极度讨厌说教的人 小时候我和表弟的相处就是玩乐 长大之后呢 我们也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交谈 印象都非常深刻 比如说有一次表弟来我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 大人们就在客厅里面闲聊 我在厨房里面洗碗 表弟呢想要帮我 但是被我拒绝了 他怕我无聊 就站在厨房门口陪我说话 他说起高中时的恋爱 说起大学室有对他的捉弄 说起他治教的时候 遇到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还说他将来会赚很多很多钱 一部分用来救济别人 一部分就用来带我们去欢游世界 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觉得他的梦想 好像就是变成一个超级英雄 洗完之后呢 我甩着湿漉漉的手 一转头 纸巾就已经递了上来 原来他一早就把纸巾捏在手里了 然后我又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来到我念书的城市旅游 那几天的相处让我觉得他的本质 真的是慈悲的 但是他好像是一个 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失衡的人 每个人都有的困惑 在他身上就被无限的放大了 相比之下 我也许是更幸运的那一个 因为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并且坚持了下来 但是我也有很多困惑 比如我每当对形式化的制度 以及社交感到厌烦的时候 就会拿书本华那句 年轻人很早洞察人事 安于事故 则预示着本性平庸 来高傲的自我安慰 那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负荷吗 表弟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我 非常极致非常坦荡 但是他有后路可以退 我非常的羡慕 与此同时呢 任性这个词 又老是窜到我的脑海里面 一路下滑 跑出嘴边 我亚异于我的矛盾 当初不愿意妥协的我 现在依然没有妥协 只是跟表弟谈起他的理想人生 我常常不知道该拿出怎样的姿态 是暴露我只是一个 比他大两岁的同龄人 还是拿出一个姐姐该有的样子呢 所以和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总是想到 书里的斯特里克兰德 除了画画 对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的画家 现实与美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我觉得没有答案 也许少数人真的能够触及到 那所谓的纯粹的美 但是也有人把六辨识 看作是地上的月亮 我觉得都挺好 如果说之前的 我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 人可以有拯救世界的梦想 但是人必须先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 那么现在我可能会对他说 人应该先认识自己 然后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这也许是我们目前能够达成的共识 讲到这里突然发现 梅与现实好像本身就不是冲突的 如果塔西提岛太遥远 那就去打捞地上的月亮 这可能更需要勇气 毕竟从来就没有什么 英雄主义式的生活 去生活 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